介紹一下 我們平常好比說 家裡如果說被貼服 或者是說人家送給我們什麼服 我們要如何來分辨它是好的 還是我們可能要被害的 依我現在處理一些事情 已經不用服貼在門樑或窗子上了 第一個讓人家會覺得 比方說我這房子賣不掉 我給你一張服貼著很好賣 更賣不掉 而且第二個很慫 真的假的很慫 你們自己有感覺就好了 不能以為老師送給我們的服 我們也是很喜歡 但是很難忘身上配衣服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一般會貼成八卦 看你喜歡什麼東西暗藏著 有人喜歡鈴鐺 叮叮噹噹 輕音樂不錯 還是說一幅畫後面 還是怎麼樣 還是小小的一個銅板 紅紙包著小小圓圓的 沾洗氣 沾洗氣這樣很好 但是我上一輩是確確實實 門樑也是浮 窗戶也是浮 有時候你要進去那個坦石炸起來 裡面還是浮 床底下也有浮 那是以前 多半是這樣 對 老師那現在好浮壞浮怎麼分 第一個 依我學 各個門派不一樣 第一個沒有山青的 上面沒有三個鉤的 還是普安的安 要普安處是一個安 或者叫雨鑑 天地雷電的 沒有這三個 就像這個鷹的浮上面兩個口 小張這個 是... 那個就不好拿 這個就是比較怪怪的 所以我沒拿到片尾